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中央到现在还是没有回应 那么林志坚昨天是神隐的 他透过他的律师说还没有收到公文 但是对于这样的结果是觉得蛮遗憾的 要来言以如何来进行救济 本人尚未回应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委任律师黄鼎就说了 尚未收到中华大学的公文 那么是感觉到遗憾会言以如何救济 那么现在其实在国图的部分 也已经把他的论文给下架了在中华大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接受这样子吗 还是说接下来还要再来继续站清白 如果要寻求救济 显然就不接受中华大学跟台湾大学学轮会的决定 那么包含民进党如果要继续尊重林志坚 那就代表民进党准备站在中华大学 跟台湾大学学轮会的对立面 那民进党现在要请全党之力 跟台湾的学术伦理和学术价值对干吗 这是民进党现在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可是先前台大的部分 蔡英文已经这么做了 所以如果民进党执意要这样做下去 他所得罪的已经不会是台湾大学中华大学 他所得罪的可能是台湾所有受过大学教育 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这是一个学术伦理跟学术价值捍卫的一场战争 这已经不是蓝绿之间的对抗了 民进党今天要选择站在另外一边 站在错误的那一边 站在学术伦理跟学术价值的对立面 那么民进党必然会蒙受到 很大的冲击跟损失 因为毕竟台湾现在的选举 其实蓝绿的基本盘都在大幅的萎缩 所以所有的可能是50岁以上的这些选民 可能他有既定的蓝绿色彩 可是50岁以下 甚至现在将来到18岁以上的 这么大一段年龄层的选民 其实他们是没有什么特定蓝绿色彩的 他们就是就他们自己的判断 做出他们的选择 所以他们才是决定 哪一个政党在大选 可以胜选最主要的关键 而如果今天民进党要选择 跟台湾的学术伦理和学术价值对干 就等于是选择跟这些人为敌了 因为这些人都受过很完整的高等教育 他们很清楚地知道 对错是非在哪里 那么当然如果民进党 执意要如此做下去 我们也只好乐观其成 因为毕竟我们是跟他竞争政党 他不要选票也怪不了我们 但是我要讲的是 第二个问题是 刚才大使讲到的一个重点 竹科是没有不提告的空间 竹科如果不提告 他等于是犯了公务人员的图利罪 公务人员的图利罪 其实很多公务人员在签公文的时候 都非常小心翼翼的在避免的原因 就是因为图利罪的范围其实很广 他认定起来几乎有很大的范围都可能被认定成为图利罪 所以过去在台湾很多基层的公务人员 就莫名其妙地就吃了一个图利罪的官司 而且最后可能还成立了 那么林志坚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 其实如果竹科不提告 代表竹科默示这件事情的发生 而让林志坚在过程当中得利 那你就等于是竹科的这个承办人员图利了林志坚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行事这个告诉 这个提出举发说竹科的这个承办人员犯了图利罪 那包含刚才大使讲的赌职罪 这些其实都是公务人员在相关的法律里头 必须要承担的一些责任 所以竹科的这个承办人员 如果他今天真的要干位民进党的这个 在权力面前低头的话 他自己将来可能会吃上官司 要背上刑责 这一点他要深思 他要考虑清楚 那么第三点我要讲的是说 这件事情结束了吗 其实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 我这件事情只是断言了说 林志坚的两本论文都是假的 这个确定的就是这样 但是其他的相关的责任必须追究到底 所以台大现在仍然在追究陈明通的责任 不能够因为陈明通辞掉了台大的教职 这件事情就当做船过水无痕了 陈明通过去指导的那一百七十几个 这个硕博士的学生 台大要不要一起加把他们的论文拿来做一次比对呢 如果今天林志坚的事情能够这样发生 能够这么鬼扯的事情都能够发生在台大的这个国发所里头 难道这只是唯一的一件吗 过去没发生吗 对 之前也有传出还有好几本 对 而且不要忘了 一大堆政治人物都在利用各个学校 在进行自己的学历洗白的行动 大家现在摊出来看看所有的立委 所有的这个地方县市议员 哪一个不是基本就是硕士的 现在大家提到论文要拿出来就会有点害怕 对 这些硕士的论文真的都是自己写的吗 我认为这是台湾一次学术风气大整顿的时刻了 就是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论文这么廉价 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论文成为政治人物 成为掌握权力的人 用来垫高他自己身价的一个工具 那那些辛辛苦苦去读书的人不是白读了吗 那认认真真写论文的人不是白写了吗 只要你有权力 只要你有关系 只要你有钱 就打通关 你就可以把关系打通了 你就可以任意的在任何一个大学里头 很轻松的拿到一个硕士学位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台大应该要针对国发所 特别是陈明通过去所指导的 这些政治人物的硕博士论文 要进行全面的清查了 包含像中华大学的贺力行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华大学的部分 校长同时呢这一回也说重话 说指导老师是男时机 就包含了指导教授 宋教评慧还有科威 甚至还说如果再违反的话 硕博班经过评估就可停招了 所以包含了指导教授 刚刚大坚哥提到贺力行 当然 因为你知道这对一所学校来说 这是一所大学来说 这是一个耻辱 这是一个重大的污点跟耻辱 中华大学好歹在新竹 也是一所响当当的大学 它不是个野鸡大学 台湾大学今天做得出来的风骨 中华大学为什么做不出来 所以中华大学当然跟着台湾大学走 那么今天包含像贺力行 包含像陈明通 他们所该负起的相关的责任 这个必须要追究 甚至我建议 我们应该要针对全台湾 现在所有的政治人物 我刚才提到了像县市议员以上 包含立委 这些人的学历都可以拿出来 做全面的清查 现在要清查论文 是不是有抄袭真的不难 因为现在我一直讲说 我自己指导过很多学生的论文 所以我知道现在有个软体 几乎每一个大学都有 叫做turn it in 你只要把这个论文的电子档 丢进去 它很快的就可以比对出来了 说这本论文到底有多少 是跟其他的文章重复 包含跟新闻重复 包含跟FB的重复 他都可以比对得出来 所以今天只要能够 大家把这些东西丢进去 我们一下就可以比对出来了 我认为今天是林志坚 引发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只有 林志坚一个人而已 未来其他的指导教授 包含过去曾经利用同样的管道 不当取得硕博士 这个学历的这些政治人物 通通都应该一并的摊出来 让大家检视 要告诉所有的政治人物说 既然你们认为学历没有关系 那么就不要侮辱学历 我认为这已经是 不分蓝绿的问题了 就是我们自己身为一个 曾经走过这条路的 这个读过 读了这么久的书的人 我们会觉得说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侮辱 就今天如果你看着这些人 可以这样轻易的拿到硕士 那我当年念硕士是怎么念的 这些人可以如此 这个轻易的拿到博士 那我干嘛要花五年的时间 去写博士论文 所以今天对台湾来说 它是一个学术伦理 学术价值 学术尊严的重新塑造的过程 这件事情现在应该只是开始 我们应该要把它走完 重新的整顿一次 台湾在学术圈应该有的风起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 这些学术的练习 2205 2205 2205